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 康康嘴機車的第一集的Podcast 很榮幸 很榮幸 那因為 其實為什麼我要做Podcast 是因為我想說直播自己有點悶啊 自己有點幹 沒有人可以對話 我真的覺得說假如是Podcast一定要找一個人聊聊天 對啊 不然你這樣一個人在那邊講一個小時 我一直都這樣啊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就是找一個人我會輕鬆很多 不然其實我也可以一個人講 畢竟我也一個人講了一百多集了 對也是 都講到快生病了 好 所以這一集就是我做Podcast的原因是因為想說用 讓大家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人通勤都會聽Podcast 對 那你看我假如通勤的時候我們可以聊聊一些有關機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多少對車友會有幫助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我想說可以把我一些我們一些 以往的過去有沒有 全部翻出來讓大家聊聊天 順便我們可以聊聊一些最近車圈的問題 哦這就 對 所以沒有當然所以今天呢 這個來賓是Mike 大家應該聽這聲音應該聽得出來 應該可以 那 我的部分呢就是我們現在第一集先試播看看 可以 好不好那當然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跟Podcast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 今天的主題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就是講一下 這個 這幾年來山路的文化的改變 嗯 就是 說實在我們玩多久 你玩多久了 其實從 十 就是這樣說有點不好 可是說以前那個年代我大概十七歲 所以就看汽車 還有原來是這種壞分子 對 沒有可是那時候就是三 我讀三重爐州學校 所以大家會跑 三重的壞學生 關一山 以前就很流行關一山 可是真的講啊 我南部那邊的就是 小孩子其實都蠻長 就是十七十二十七歲 正常 我覺得這很正常 但是北部我就覺得有點有點怪了 差不多啦說真的 我們那時候也是 就一陣子而已 因為你就接近可以考照那個年代 差幾個月你就會想要騎了 認真 然後那時候大家流行就是什麼 被那個哥哥啊 家人的那個身分證字號 對對對 我這邊分享你的故事就是 我有一個車友我認識六年了 就我們就是以前都一起騎車 然後他其實就是 比我老了他們都是大哥哥 我二十出頭歲的時候認識他們 他們就已經失業有成了 他們大概已經都三十幾了 快四十了 然後呢最厲害的是 哥哥有駕照 但弟弟一直都沒有 然後他們只差兩歲 嗯 但是他們都騎動車喔 然後他們在山上的時候 每次喔 不管是只要騎動車被零檢 他就被他哥的 哈哈 然後反正他就只差個字 然後就是 雖然可能有點不像 但是 每次都摸摸過關這樣 那當然這就不是說 叫大家這樣子做啦 只是 認真講的是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做 然後他也不考駕照 那很奇怪啊 我說 你考個駕照會怎樣 他就死都不要 你知道嗎 就是很奇怪 他就是都不要去考 然後 但是其實這邊有一個那個 可以教育給大家 就是也不是教育 這絕對不是教育 因為呢 聽說喔 就是你越級駕駛 其實你有機車駕照 然後你騎重車 你被罰的話 是罰九百塊 就是 你無照是六千 嗯 但你假如是 你沒有重機駕照 你是越級 你有機車 越級的話只有九百 蛤 所以聽完你會覺得說 我幹嘛考駕照 沒有啦 不行這樣 不行這樣 我們還是優質的一個結果 對啊 還是要照著那個 對對對 所以今天呢 還是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以往這個山路文化嘛 對啊 那就是整個變遷 因為說實在想 你看他說他十七開始起了 所以你十七 就會跑山了嗎 對 跑山 跑觀音山 為主 因為北市多警察嘛 我們只能到新北 喔觀音山是在巴黎是不是 對對對 沒錯 在五谷巴黎 其實一直 好像我 我今天也是想要跟他聊 是說 喔為什麼 好像夜跑以前嘛 像我們 講到最早以前 就是陽明山 對 陽晶 像以前 我覺得要有點年進 才知道那什麼 那什麼花園的 那個 你說前面那一段啊 就是還有個流水 然後什麼 花藝村 花藝村 對對對 對對對 反正就是 我覺得要有年紀的人 才知道花藝村 對對對 那其實 我覺得現在每個人經過陽明山 陽晶的時候 一定都會經過 你要往晶山一定會走 對 但是其實好像以前很多 就是小車 都會一圈聚在那邊 就像以前的34K 那花藝村好像以前的三 大家會聚集在那邊 晚上的時候 然後一圈那邊 摩西摩花 雖然我沒有遇過這個 我沒有經歷過 因為等到我騎的時候 其實那邊已經 沒有這樣子 沒那麼多人 但是我記得以前 大概在找個幾年的時候 很多玩小車的 都是去那邊 你有去過嗎 你有經歷過嗎 跟車隊去過 然後真的很多人 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就是大家上去一個中繼站 因為大家 不是馬潮 對 馬潮也有 以前也有馬潮 反正大家就會在幾個點 就在那邊 然後再一起往晶山 下去那個7 對這次跑陽晶的 這就是必經路線 大家的幾個點這樣子 只是花藝村 大家以前會停 對會停留很久 就可能在那邊 因為像觀音山也是 他就是一個平地 大家在那邊卡普 甚至有汽車在那邊甩尾都有 所以 所以觀音山有趣的是 它本身是一條山路是可以跑 然後跑到終點以後 又有一個像俱樂部的地方 就是觀景台 應該這樣講 觀景台 所以現在那邊還可以練摩西 呃 我聽說是有啦 可是可能就管比較嚴 就是比較 沒人上去 所以你的大概是幾年前 喔 十幾年前喔 十幾年前 對 算一下我到18 差不多啊 對啊 十幾年前 我十二 可是你已經更早 差不多啦 十三 沒有但是我真的講的是 我以前大概 我還沒騎重車之前 其實我就是一個正常的一般民眾 就是我只是 騎著我的小小小小車 然後 去去海邊 我不會特地跑山 喔 我也不會有裝備 我就是像 我記得有一個車友他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 大概是我們剛講的那年代的時候 嗯 他們會去跑 比如說他們去大家練車 嗯 就是跑陽金花藝村 他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都是什麼就窮 然後他們也什麼沒有什麼那種 裝備的一些知識 所以他們都是可能穿那種很布的 很爛的那種防摔褲 嗯 甚至可能也是穿牛仔褲 然後直接 擺了一個 對 綁護膝 餵錢就這樣 然後他自己鎖那個 鎖沾板 啊 就是用很普泡的方式在練車 但是其實那時候他們 你們的想法應該就是 我是為了 我是為了練了 就是我是為了摩西而去 對 而去玩那個 而不是真的要練技巧 所以 可是那時候 真的是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子 而且大概那個同期時間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在大度 比直線那種 你知道那個 應該是那個年代吧 有嗎 那個年代會再更早 可是我在 就是有在騎車的時候 還是有 可是很少 已經很少 以前是幾乎每個禮拜 五六日都有人在 為什麼你知道 啊 我們就是車行啊 車行以前 我們在延民北路那個車行 每一間的車行 對 都晚上就過去了 就是尬 對 然後還有甚至還有中南部的 可是為什麼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為什麼從平路 尬到山路 這就有點像現在的直線比賽 直線加速賽 還有一般的我們賽道那種 繞圈賽 就是 各有各的興趣嘛 那你直線就是騎直線 而且那個其實很危險 那個其實很危險 因為 以前人不戴安全帽 所以你幾乎都是 躺著 都沒有戴安全帽 沒有 這根本不會抓 然後 反正就是很多人什麼 頭破血流 腦漿爆掉 那我看過一次 現場 對 就是你就看一攤紅色在那邊 然後人家說那個是腦漿 因為我們是站在河堤上 遠處 我們不敢接近 因為我們是改裝車 欸 去的時候 那邊都流氓啊 然後 為什麼改裝車不能接近 他們也是改裝車 就會怕 可是那些人是專業在改裝的 對對對 這其實還要 還要聊到一個就是 以前啊 就是玩車的人 其實大部分 車行 或是跑賽車 其實都有點 牛鬼 對 修定位啦 那以前風氣比較不好 因為 說真的啦 那為什麼都 為什麼不是高知識分子在玩 你覺得咧 因為一般機車行 修車師傅 或是老闆 基本上就是 比較可能 南部來的啊 或是像我們店裡就是這樣 有很多南部來的師傅啊 或是什麼 從小就做絕圖這樣 對對對 所以他們的習慣 可能就比較南部一點 所以講話也比較直 Bus boy靠一 有咧 有咧 我們這是很專業的好不好 我們認真我們認真好不好 沒有就是 當然就是 所以就講到說 山路文化改進是 我 因為我只要說我們自己的印象 有印象的是 你以前跑山 因為你比我再早一點嘛 因為你很早就要觀音山跑了 對 那你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觀音 以前的觀音山 跟現在的 會有什麼差嗎 其實差很多 以前跑山就是為了 好像就是 大家消磨時間 無聊啊 大家一起去騎 所以不是為了競速 不是為了競速 真的假的 對 可是現在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風氣有越來越好 因為看到大家其實 有穿裝備 有戴手套 對對對 以前是那種什麼西瓜皮啊 什麼就上了 對 雖然我是戴秀儀 我以前也是戴秀儀 你以前就戴秀儀儀 對 以前就這麼資本的 沒有 那都從差 差 差9 差9 對對對 那都從差9開始 幹你差到5個年代了 可是我是因為 好算這個就不要講 然後反正之後山路就是 我覺得 現在人家跑山是有很多理由 家庭出遊啊 帶老婆出去玩啊 吃飯什麼 以前都沒有這種東西 以前就是 春跑山 然後 然後可能去一個便利商店 是一個集合點 現在都不是啊 現在什麼伊蘭什麼什麼 吃烤鴨 吃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的改進 對 就是大家會開始走得更遠了 然後或是規劃得更完整 對對對 可是以前好像 所以我才說啊 現在好像夜跑很少了 對現在反而變少 我記得我以前 我騎小人的時候 然後我就最喜歡什麼 我最喜歡就是從我家 然後殺到陽金一個人 我都喜歡一個人夜跑 真的然後而且那時候 而且我其實就是 雖然我覺得 一開始我不太會騎車 嗯 但其實到末段的時候 我自認 那時候自認 就覺得說好像 還騎得蠻快的 小殺手 小殺手 我覺得 回想起來 那有點自不量力啦 就是 我那時候其實都是 認真講 我可能就是會大安全帽 然後布類的防摔衣 但是其實褲子 我基本上就是沒有 你有帶褲子 那時候很窮啊 就是小人 我其實是買了小人 然後慢慢的存錢 就等於說我邊買邊改 然後邊買布品 對對對 所以我是等於說 為什麼我以前頻道都跟大家講說 你要少少花點錢 為什麼 因為是因為你知道你買完車騎 你還有很多東西要花 對 對對對 我的第一領帽子是什麼 夢想時光 啊 那我是K3的 我不是GBTAC的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幹然後我還買L號 那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樣的尺寸是適合的 對對對 來講到這裡 那我們來工商時間一下 因為這是第一集嘛 所以我們要先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這個Pockets出來 其實就是為了要什麼 為了讓這個 很多廠商的能夠用 比較便宜的價格 來業配我們 哈哈 沒錯 所以 對對對 所以第一集喔 那找麥克當然就是我們 讓麥克自己業配一下 對 然後現在業配時間 讓你來介紹一下你們的 工商時間 工 工 做工 我怎麼知道 好不知道 沒關係你講你講你講 好其實秀儀安全帽 在全 全部都日本製 而且在台灣的好處 就是你賣走那裡的帽子 會有很多很多的服務 有你想不到的 也有你想得到 都有任何服務 對 那也 你覺得要我突然講 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這個不太對 對啊 反正就是 謝謝各位大家支持 可是我好奇是 為什麼每個人都會說 就很多人在問說 欸幹那個秀儀的東西 怎麼那麼貴 比如說 為什麼 比如說我好像K3 或是我一些四分之三兆 人家沒那麼貴啊 那你怎麼 每個都破萬 其實 太資本主義了吧 欸好 就是剛剛我講的嘛 就是我們所有的工廠 所有的製造 全部都在日本 Made in Japan 對不對 那不是說硬要買 就是什麼什麼 那你可以做爛一點嗎 沒有 你可以便宜一點嗎 其實我沒有問過日本 原廠 所以意思是說 你們的裡面的料都是 就是裡面的那個防護都是一樣的 所以導致 你的價錢上面是無法壓下來 哪反正四分之三 你也是有防暴城 防山市城 沒錯 就是一樣的那個 就是它頂多就是 相差的是有Snail 可是其他款它不需要 所以它才沒有驗Snail 誰會帶四分之三去賽道 不會嘛 那你十分之三驗Snail 可是其實是一樣的 對啊 所以它就OK 它安規其實沒有Snail 但是其實它根本是同等級的 這是為什麼那麼貴 那我覺得合情合理 因為說實在 像有些帽子呢 可能他們可以做很頂 但他們次接一點的 其實就是可能會稍微 就是可能他們的那個 ABS ABC ABC ABS ABS不一樣 裡面 裡面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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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殊生的保利龍 就是它又不一樣 密度 跟殼也不一樣 外殼 所以這邊幫大家解惑一下 為什麼大家說 啊幹那個 秀儀怎麼老是 什麼帽都賣那麼貴 我只是想入 你知道啊 你們這樣入門很難入門 這沒辦法啊 我們有問過他說 可不可以做便宜一點 他說那我們就已經可以做得那麼好 為什麼要做便宜 為什麼要屈舊於去做那種爛貓子 欸等一下 欸 欸 欸 他這一段話是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代表 日本秀儀 沒有啦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是說 因為你就已經知道這些東西是安全的 我懂啦 沒有沒有沒有你不用解釋的 你不用解釋的 欸不是各位 是指的載透各位 偷死 沒有沒有沒有 好我真的講 這是一個商業 這是商業策略 這是他們的考量嘛 對啦 這是他們的策略嘛 他沒有說一定 對對對 OK 好啦那基本上呢 假如各位喔 對秀儀有興趣的話 想要入門的帽子 其實本身大橋呢 他們的服務非常好 他們就是做服務的啦 因為東西本身呢 其實沒有到很好 但是做服務的 哈哈哈 我很發 好啦那就是 那就是說我覺得秀儀本身呢 就是我 其實我是蠻喜歡日本帽的啦 因為他的花色 就是他的烤漆 但是花色我個人不討喜 就是 說真的 不得不說嘛 就是有點創意 那就是有時候看到那種 但有的以前會覺得有些東西是帥的 所以我覺得帥 但是帥的比例呢 可能比歐洲帽 真的就是比例來講差一點 真的啊 嗯 對沒錯沒錯 好那假如其實未來大家有興趣 想要買秀儀的 或是有什麼秀儀的問題的話 好不好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未來我們可以 那當然就是 可以去大橋 喔大橋 去看一下去找一下賣的 歡迎歡迎歡迎 然後OK 那今天工商時間差不多到這裡 哈哈哈 感謝感謝感謝 對那未來呢好不好 我們就是 歡迎各位乾爹廠商交 你是車行啦 還是你是什麼任何的人 然後你現在聽到這個podcast 有興趣的話好不好 私訊康康 沒錯歡迎私訊 哈哈哈 那話題我們拉回來 OK 跑楊金 對 我這邊講一下 當初楊金我最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有個叫草山巡邏隊的 好像有 因為其實楊金 楊明山這東西 以前就叫草山 草山 草山什麼 草山什麼 它是以前的那個說法 然後呢 那我剛講了嘛 就是我騎小忍的時候騎我自命非凡 就是覺得說幹我自己超屌 你知道就是屁孩 就是屁孩 但是就是你其實 的確有點疏獨 但是說實在 你也沒有皮 你也沒下過賽道 你也沒摩過膝 我其實摩膝是到 換第二台車六百負擔摩的 有欸我聽到 所以我其實都同情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你知道 在講話上面 欸小忍嘛 其實真正講在小忍 沒什麼對手 因為 33匹馬力 對對對 然後你遇到近 除非改到六八半 六三步一定尬得贏 六三步一定尬得贏 六八半可以 但是啊當然就是 你在楊金其實遇到小車 遇到近戰喔 你基本上是 就會讓他了 因為你知道楊金才是近戰的 多大改啦 對啊 因為他就是小又輕 對 然後我其實也先講 就是有一次 我就遇到一群人 跟他們騎 然後哇靠每個都暴改 那個我記得是T1吧 SYM的T1 T2 還是T2 然後那個疊盤改到一個 跟他輪框快要差不多大 真的嗎 他們都說 哇 你這玩很大欸 早期人家都這樣改啦 就是我覺得 以前玩車文化 對 就是玩起來 我覺得雖然會有點粗暴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 有一種特色 現在好像就 稍微有點太過於專業 跟就是那個經驗啊 累積 就是會比較謹慎改 改裝的法令啊 大家不敢改 對對對 對啊 真的蠻可惜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在跑山 然後就 永遠記得 我就覺得說 幹我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是說我會去跟人家尬 而是我就是會騎我的 那假如我有追上別人的時候 那代表他比我慢 那我操掉他 代表他不會騎車 啊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先講一下 這時候就是我 我是一個屁孩的個性啊 就是誰沒年輕過嘛 對啊 所以剛拿到小忍 你知道小忍就是會有一種 那種 優越感 資本主義的優越感 就是 他是T1 然後 幹我是小忍 我那時候我買288欸 我幹 你知道2012年的時候 一台白牌機車買28萬8 那個腦袋肯定撞到了 那 我就是 而且那時候我還 誇下孩子 我說幹這台車太棒了 33P 他不能上高架還好吧 那反正我基本上就 就這台車了 不改了 那就是我的命定了 哪知道 那男人永遠都是 都是不會 不會輕盈 對對對 所以後來就換了 但是啊 講到的是 我就一直騎 這真的是 就是我覺得沒有問題嘛 沒有 知道有一次 剛好快的車喔 一群車隊這樣 砰出現 然後我就開始跟 然後我就 第一次遇到的是 前半他們領先集團 是我跟不到的 就慢慢被拉開 然後他們後面的 我是還咬的到 然後我就一直騎一騎 然後嚇到陽晶 就是大家講 其實陽晶三以前 大家就是上到馬草休息 然後 然後我們就 一到陽晶我就 看到那群人 重點是我其實不只遇到一次 我是到第二三次 然後我就還很害羞 然後後來發現是 因為有幾個是有點眼熟 然後後來就是我朋友 他後來在跟我介紹 就說我們是草山巡邏隊 我看 你不覺得在山路上面 遇到車隊 你知道 不是 就跟以前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像我以前在石器時代的時候 我跟我姐在N年前的時候 我小六國一的時候 我姐跟我姐 我們在石器時代 某個伺服器裡面 是出了最有名的姐弟 你知道 就是我們兩個出 你知道 那種 在玩遊戲 那種榮 榮耀感 對對對 你在天塔裡面 你是那個誰 陳主 對對對 什麼第一寫盟的那個 所以我覺得 就今天你 假如在一個山路裡面 你可以撐把 喔 你知道那多屌 笑死 就跟很早以前的北一 MaxR一樣 你知道嗎 每個山路都會有一個 那個 撐王的一個車隊 早期啦 對 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沒有人敢講 對對對 你就會變指標 對對對 有一點點方把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講了那麼多 就是好像真的是 現在玩車文化 真的有蠻大的落差 嗯 一來我覺得其實 王好說講是 整體的人民素質 嗯 提高了 然後二來是網路盛行 導致好像 很多人囂張不起來了 哈哈 對 真的真的 而且以前真的講 山路很多歌啊 嗯 你知道嗎 很多 我覺得一來是 賽道文化的盛行 嗯 然後讓很多歌呢 跑去賽道了 喔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 山道上面呢 那些歌 有的可能 那個歌也拜拜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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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認識幾個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其實真的講 為什麼要講這個就是因為 我們真的玩車玩那麼久了 不要說很熟啦 嗯 聽過也 一定都有幾個是真的 你當初是歌 喔 那個是直接掰了 喔 到下輩子去了 所以我 就是聽這開會的時候 你假如在騎車的時候 聽嘛 你會告訴自己說 嗯那我騎慢一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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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對對對 但是認真講就是我覺得就是 認真就是玩車玩到現在 其實我還是講 就覺得說 我覺得這文化的改變其實 你覺得是好嗎 我覺得是好的 確實是好 可是變得 有點無聊 沒有什麼故事 應該說沒有自己的文化 對 對 對 早期我們台灣其實在改車 有點像日本 可是日本有日本的style 我們有我們的style 對對對 對對對 像我的車以前就是霓虹燈 我就裝爆什麼風扇燈啊 什麼底盤燈 我全裝 對就是那種抬抬的感覺 現在看不到 對真的真的 真的看不到 有點可惜啊 說真的 以前曾經真的是 我覺得那個台灣的玩車文化室 我覺得他 有一個 就是你感覺到 這是一個玩車的圈子 對對對 但現在有點 我覺得 可能 可以 我覺得啦 就是有點不太健康 就是大家綁手綁腳的 對 然後綁手綁腳的 其後就是我想改也不得改 那我改了 我怕被嘴 那 那我不知道我要改怎樣 那變成說 你假如改的很誇張 你就是出頭鳥 大棒打出頭鳥 對對對 然後又有什麼 靠北北宜啊 那些社團 對可能就 欸 這一模人就弄一下弄一下 因為說到北宜喔 我這邊還是跟他講 就是我真的很討厭北宜 真的假的 呵呵 就是 我其實很討厭跑北宜 嗯 因為我覺得就是 可能我覺得 經歷是不是 還是 經歷有一段 那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講一下 但是我本身的其實我是覺得說 幹北宜就是 就是 車太多了 喔 的確 真的很多 但是他騎起來真的很爽 對啊 而且其實 因為我排斥他關係 所以其實他慢慢的改變 他路變好了 我都不知道 欸有 確實有 前陣子我們騎的時候 一直在修路 喔很討厭 等他快 然後 火快抓起來 那OK 我先不講我的缺點 嗯 你先講一下 你去說服我一下 你覺得北宜哪裡好玩 其實說真的 北宜 算是我覺得全台灣 數一數二很好玩的山路 中南部站起來 對 沒有真的比起來的話 雖然我沒有騎過所有 可是 就這樣比起來看人家影片 其實我覺得北宜算是 挑戰性高 長度也夠 欸他上面你有咖啡廳 中繼站你有加油站 什麼什麼很多 對你沿路不會無聊 也不是那種 雖然道路的地板可能就死好死壞 可是說真的北宜這條路其實真的很好騎 我自己覺得啦 很舒服 很舒服 對阿很好騎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你要挑時間 你真的要挑時間 我們都是很早 我記得 OK那說一下我一樣講到山路文化 就是大概五六年前其實各大山路 就是你知道快的人 跑北宜我以前也會跑 嗯 快的人基本上你就很早 早鳥 對對對 就一群殺手就是一早 啪啪啪啪啪 過去這樣子 然後你就很爽 你爽完了以後 然後你就喝咖啡 然後就聊天 聊完下去 欸車開也變多了 你也跑完了 你也爽完了 沒錯沒錯 對但現在好像 可能我不知道我 我現在可能很久沒騎車 跑山了啦 對 我覺得要這麼早騎我也很累了 真的蠻累 以前就是很笑 就是你人家車有都 我們夏天那時候不誇張 夏天約六點 夏天約六點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夏天約六點 然後冬天 冬天大概約七點 八九點 對七八八點 差不多啦差不多 對就是很早 我們以前大概真的在山上跑的時候 大概是七點半 在山路裡面 嗯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可能都會約在市區 然後騎個半小時 一進山路 對對對 我覺得那時候才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愛玩車的人 或是真的喜歡車的人 他們 就是會挑 避免 這個 塞車啊 對對對 或是不能盡興 對 對對不能盡興 因為騎車輸在很多山路 像北一為什麼 我討厭是因為 你要就很早起 而且到後來有一段是 你可能還要跟四輪相爭 喔對 早上的時候 因為其實很多的四輪超跑 他們也很喜歡很早起 對 然後去跑山 其實這樣變成一個 一個大家互相 其實 汽車的四輪更早 我知道的是他們 天還沒亮 他們就先跑了 對 因為他們知道再玩 會有機車 他們跑的也不爽 他們也不爽 對 他們也跑不爽 對 所以你看很多 汽車的Youtuber 他們都是一大清早就去跑 真的就是 真的比較可以盡興 那再來 稍微天亮一點 就換二輪 二輪早上就殺手 那下午就可能是 你可能上去喝喝咖啡 順其 你也不要求什麼速度 壓車弄 對 那假日 就是大概七點到九點到十點 是一個比較早 早 對 就一個精華期 然後九點過後開始到十點開始就開始有屁孩上展了 就是 然後到中午就是塞滿屁孩 偶爾大卡車 對對對 其實重點還是大卡車啦 對對對 那其實很危險 你北宜真的是 就是 但我覺得大卡車也怕我們 所以我就覺得很亂 因為就是 你知道你也看到很多小車噴到大卡車底下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當然我不否認你覺得說北宜路很好很爽這件事 因為 你知道 他們那時候我們都在比 就是什麼 騎到財帽還是 不是騎到財帽還是騎到那個 平臨嘛 對的平臨就是十七分 對對對 所以你要想喔 今天你騎一個蠻快的速度 你想要十七分鐘 你要北十七分鐘 那其實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對 而且其實他真的講北宜的彎喔 真的很好玩 對啊 的確有幾個彎是稍微有點危險 可能是縮窄或是極左彎很多人撞上去 沒錯 就是有幾個彎是這樣子 但是 不得不說他其實 對於盲彎的定義來講 其實 也還行 嗯 因為他有些是右彎是他可以看到那個 看得到對面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北宜其實 我以前騎是覺得 新手的時候啦 我覺得真的很爽 但是就騎久就覺得說 幹好多車喔 因為你真的沒得選 你應該很早騎 對啊 而且騎有點遠 而且我覺得文化是就是說 我們是屬於短跑性的 我們那就是我剛講那個沒有駕照那個車 他們我們都是短跑性 就是我們都是一趟而已 腳杯就一趟 正常 正常 然後假如106我們以前就會跑長一點 然後不知不覺啊 就是我我記得那時候騎了一兩年三年 然後開始越騎越短 嗯 大家開始 原本從你會跑到宜蘭 然後現在到直播坪林 然後可能跑106以前會下到福隆 喔那個很遠欸 對 我們以前跑106會跑到福隆 後來106變末內 106然後再短 那短然後就變五指山了 哈哈哈哈 五指山是很短 對對對 可是我五指山會來回跑啦 喔 所以因為有五指山 我才會覺得說 我想放棄北 因為變成說一切太比較可控 就是你會知道 甚至就是你其實在 你在 你在那喝咖啡的時候 你聽一下那個聲音 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少車了 因為大家終點都是一樣的 對 你知道就是多少車上來 應該還好 然後你下去繞一趟 你就慢慢騎 大概知道今天多少車子 然後 有沒有四輪 比如說你講是清明節 我們盡量就不要上去 因為很多人掃墓 對 那當然假如是欸 可能接近中午或是 10點過後 當然汽車就會上來 但是早上的時候 基本上五指山其實蠻輕幼的 很好玩真的 但是真的 我其實覺得很多 跑北人 他們都超討厭五指山 他就覺得說 看就是我才剛暖胎而已 就到了 因為他們來講是 17分鐘都在陪車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 他會覺得欸怎麼 才這樣就沒了 嗯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在一當年 現在其實回首 過去 就是我的過去 我們講起來 哇很開心 很多那種 以前快樂 對啊回憶 就是欸你想 我想的是 我們現在是講 第一個拱門到 什麼上山第一個 什麼紅綠燈 然後一直到 那個平臨是17分鐘 不是啊現在 區間測速啊 哈哈哈哈 實際有看啊 對啊你實際有看對不對 而且聽 而且其實 到底北宜有沒有用 要做這個 全段的區間測速 目前是還沒有啦 目前 可是聽說好像有 就反正就是有在做了嘛 所以看到什麼時候 對啊五指山是已經死了 五指山聽說已經 有做了 但是開始的沒有 我是不知道啦 上市去 因為我們有去拍 拍照片 所以 那上市去沒有 他他有架好 但是他沒有 還沒開始 正式運行 對對對對對 你看就是 所以啊有時候 我們聊這個 問話 就是 以前我其實我真的覺得 就是很有一個特色 玩法 就是大家就是 那個族群很明確 現在好像就是 我很大我第一 因為你比較常上北 那你問一下 你覺得北這個變化 第一我覺得 自己騎不孤獨了 這正常 因為人變多了 再來是 我覺得人真的變多 差很多 以前是一群一群嘛 所以你就是 不會那種很熱鬧啊 現在什麼 財帽啊 戰士K啊 甚至平臨 後面還會有射手 過平臨之後 後面還會有射手 揪在那邊 過平臨之後 真的很酷很酷 我也是騎到宜蘭 我還是看到一兩個射手 在後面 後半段在拍 那宜蘭人啊 也 也許 或是他自己想拍 因為我覺得後半段的 最後一段很漂亮 這是 對他就是下山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要先經過前半段 對對對 我撐不了那邊 我是啦 我到後面很美 但是我實在撐不了 撐不了 對然後第二是 我覺得店家變多了 店家 以前我覺得去北宜的時候 以前沒有那麼常跑 真的 可是跑北宜的時候會覺得說 嗯 旁邊的店家 可能年輕吧 你也不會想花錢 什麼大家就是看Seven而已 你不會看店家 因為店家就是貴 跑Seven買個飲料買個菸 對 以前你要想店家進去 一杯咖啡一杯紅腸一百 就是兩三百走掉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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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碗滷肉飯 不知道那幾百幾百塊了 沒錯沒錯 對對對 所以以前就是選擇 我們看Seven 下山也是找Seven 就是永遠不會去找店家這樣 對啊 自己是以前玩車的人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 當你有年紀以後 或是你當時有點收入的時候 其實 像我跟那些車友跑 他們就是事業有成的 有成家立業的 對 我發現啦男人就是這樣 他其實 並不是喜歡洗車 他只是想要一個自由的時間 他就是 對 他每個禮拜 就是這個時間 有辦法是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騎著自己的愛車 然後出去 跟一群男人講幹話 對對對 拉賽啊對啊 就是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以前的文化是這樣 那現在 我不知道也是不是 一樣啊一樣啊 你就看很多那種 感覺就是很有錢的那種 老屁孩 在那邊 然後幹獎金 我躲怎樣躲怎樣 12點 大家一起走 回家都買早餐 我老婆等一下 買個老婆 逛街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是那種 大家一起散這樣 小孩要上課 很好笑 你看到那個場景也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是現在就 對啊 你說可是問題說現在已經 山路越來越嚴格了 怎麼車又變多了 當然 可是我不知道事故率 以前其實我覺得事故率沒有那麼高 真的假的 你不會有 這是在機車YouTube盛行的關係啊 有可能有可能 那或者也是人變多 導致那種 比如說 現在有一個APP 對不對 神分神 或是FB的社團 對對對 都會有 所以其實接受資訊變多 資訊 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說 現在一來啊 可能是現在的車圈嘛 就是 車子入門車多了 對 你知道嗎 以前說實在 沒車啊 你擺一排你要買什麼 所有神經病一樣 有錢人買小人 對 不然你 只要T1T2也 那也不是不行跑啦 那再來就是重車 重車其實超爽 沒排啊 你那時候可以領排了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嗎 我記得沒排是零幾年 零八吧 就快一零的時候好像好像 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有排了 但是那時候就是 所以你在那時候 在路上又要重車 你是一種景仰 對對對 我也是 你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人都是這樣 你有時候 他好像是一個 某方面是一個科學現象 就是說 你假如 很憧憬的東西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對他的認知是 那個幻想是會被浮誇大的 對 我不知道 我是好像真的有這樣子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記得喔 以前我其實不太 騎 就是我以前不太看重車 對重車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 當我開始接觸重車 或是我買 開始準備買小人 我在看車的時候 哇 我真的覺得說 看到美台重車覺得很帥 那我記得也是在市民大道 我遇到我其實 我真的忘記 那是什麼重車 因為我就覺得它紅牌 以前看到紅牌 然後你就覺得 它的輪胎 天哪怎麼那麼寬 那麼寬 對 一樣一樣一樣 你覺得超帥 等一下不只超帥以外 你還你還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一定是幻想 原因是什麼 我記得 它輪胎寬到 就是我記得它很帥喔 嗯 停通力那時候 它雙腳不用放下來 它輪胎寬到不用放下來 美式機車的吧 之類的 但是首先 假如這是真的的話 那真的很屌 假的話我也是覺得 應該那時候我真的是太 覺得這東西太屌了 所以我覺得 這輪胎好寬 它都不用放下 但是有可能 有是有可能吧 就是它改汽車胎 我知道有些 沒有但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那時候 是我太 有可能浮誇了 對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那個年代 就是看到這種車是一種 真的你會覺得 哇 對 我幹 這人是不是很有錢 一瓶欸 哇 這 就是以前真的 因為你太早看到了 所以你 只要看到一點點不一樣的 你會覺得說 幹這車也太 你也不管這街車跑車 對對對 你也不管它是什麼牌子 你看它光那個紅色的牌子 站在那邊 你就覺得說 看這家伙好屌喔 對 你就覺得 哇 好帥喔 沒錯沒錯沒錯 你也不管它是什麼車 你也說 看我也會帶我一台 對對對 真的真的但是 但是真的我覺得心境在變 你現在看到 就是我記得大概是 我擁有到D600F啊 大概玩兩年以後 就是覺得 喔 就重車嘛 對對對現在就變這樣 大家都紅牌 可是這樣 這老爸的老爸 對阿 跑車 接車 純跑 SPO SP又怎樣 就是 就價錢差異 就是 就是那樣子 然後 可是以前真的是你會 有一種憧憬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蠻羨慕 其實有點懷念以前那種 單純 喔 有啦有啦 會一定會 就是你沒有 你很 你很容易滿足 所以你看到那種車 你覺得哇 然後在山上你會真的就是 可能我覺得現在 年輕人可能也是這樣想 嗯 我覺得我覺得就是 像我們現在 以前在山路上 就是你看到車過去 哇跟那什麼車 你會注意 然後說 哇那車長什麼 要停好的時候 過去看一下啊 現在就是看那個 就算 SR啊 1299停在那邊 我連看都看不 都不會看一眼 會啦還是會有人看 可是就是那個比例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這樣 我們寧願老司機了 就是那 那有點不太能比你 但是就是對於 你看我們這種 一路走來心境 嗯 你是覺得真的是 差很多 真的 我自己覺得是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對 可是你要想喔 其實這個也不過 是我們以十年內來講好了 我去 嗯 你看到很多車長 應該八年啦 差不多啦 就精華其實我覺得是在 這可能五六年 就是欸非常 他大家的 盛行 對對對盛行應該這樣講 那你覺得山路 未來會有什麼變化嗎 那你假如說真的再繼續 有什麼區間啊 甚至有些那種 就是我就是固定站警察 那種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一個山路它是一個文化 那它就是一條路嘛 嗯 對啊那你不要管說 誰會去配車什麼 你就是啊 相機設好 你就請大家就是宣找 照規 對照規矩來嘛 對我覺得有一個好的 一個基本規範啊 但是我覺得是說 希望以前是覺得說區間嘛 我覺得OK 就是說 那我們也自己有自己的方法 對 那但是我覺得是說 我一開始是覺得說 政府是在給彼此一個空間 對對對 你知道就是我們不要太誇張 那我也知道我們在注意這些 但是現在我覺得假如全段的話 那真的會扼殺掉很多東西啊 不管是一個玩車的文化也好 或者是說 你看啊說實在啊 你說那你們往賽道跑 不是啊 重點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去賽道 那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跑台中嘛 雖然台中很近欸 以前大鵬灣嘛 但是 北部沒有嘛 所以就是我覺得說 整體還是覺得說啊 其實這個文化的變遷喔 就是雖然看似玩的人多了 但是可能 我覺得可能政府的規範 或者是我們 就像我們之前那個 陸選有講到三一 喔對 教育科技 教育執法 跟我忘記哪一個了 反正就是 就整理說 其實感覺政府他們的那個方向 方向喔 就是他們的 有點方針有點錯誤 所以 我覺得他其實不知不覺 是一直在扼殺掉很多 就是 我們一些圈子一些文化 其實是蠻可惜的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看 還是大家愛車的人很多 對啊 對啊 但是尤其你看這幾年來講 就是真的很多老屁股是 好啦 他們還是有在跑山 但也很多人就是覺得說 他就 不太跑了 喔對 因為這樣 賣車 對對對 有有有 那不然就是很多轉戰四輪啦 反正四輪我比較輕鬆 或是我還是 就 你知道我 以前四輪跟重機就是 那個能力玩起來 其實當然 還是有點差啦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寧願玩重車 重車才好玩 對啊 那玩到時候就覺得 欸好像其實四輪比較 多空間 比較自由 路也比較多 應該這樣 選擇比較多 也跑比較遠 對對對 我最近身邊就兩個換車了 我其實很多身邊 應該說我這樣玩了八年啦 就重機來講 八年來講 這看了那麼多 變化 就是說不只 你這樣講 像我現在是很少跑山路啦 但是就是你想人變多了 那數值 車會變多 其實我大概在 我一七年開始做 我一七年開始做YouTube 我大概一八年一九年的時候 我開始就覺得說 跟我一六年一五年一六年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山路文化變了 就是變得更 就是更 就是更暴力一點 你知道就很 很常有車禍 怎麼說怎麼說 來來來來來 解釋一下 當然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個觀念是因為 那個是因為網路的盛行 喔 以前摔了就摔了 以前還有那種 就是以前車有摔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 有啊 他會 就是有些車就是他會暗卡 他跑了 他摔了 他不講 然後媽的在車上蓋一個布 然後 突然消失了 就啊沒有我就休息一下 什麼 然後 但是可能熟的會知道說 聽說那誰誰摔車了 哥摔車了 然後結果咧 欸 等到跪證他又復出了 然後復出了 又開始殺彎了 哥又回來了 你知道嗎 這是以前的文化 其實也蠻好玩的 但現在說在 網路太盛行了 就像你一噴在那瞬間啊 那個FB已經丟上去了 對對對 你連自己的鏡頭算還沒看 你還 你還沒到家 對對對 你那個你那摔車我已經破百戰了 笑死笑死 你懂意思嗎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啦以前的確事故也是有 但是我覺得以前的 的確玩的車人真的沒那麼多 的確 可是 OK那像你就是有關這個有關車圈的這種零售也 對 那你覺得車圈的人真的變多了嗎 因為你想你的銷售肯定就會 反映在車圈玩車的人多 那就會多了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早期是有改小車 然後還有零件還有布品 就是大車的布品安全帽都有 可是說真的這幾年確實是 欸你改車人少了 維修保養的人變多了 對對對就變成是 大家在乎的可能就不是性能 因為車一直在進步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那些改裝 或是那些車行其實已經 很多都開始收的收啊 關的關這樣 真的差很多 我們光傳產的一般車行 你看到外面那種 所以機車的銷售量有變好 數字是有的 但是玩車的文化跟風氣是不一樣的 對就看以前真的差很多 以前人家討論 怎麼改傳動怎麼雕傳動 大家都會自己猜傳動改 現在不是啊你哪來傳動 因為我其實沒有玩過小車 所以小車的改傳動文化 現在真的有 誰不改傳動 差很多 誰不改 現在很多人都沒改 他可能也不知道說 原來我可以改傳動 讓我的起步變快 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直接改缸了 是嗎 沒有他就是一樣那樣騎 騎騎騎壞了 然後換車 騎騎騎壞了 換車 怎麼可能 真的真的 現在一般的家人 其實他因為少子化嘛 大家以前生兩個三個 現在其實 摔一個就沒了 對對 有啊有啊真的欸 我很多那種小朋友 甚至女兒帶媽媽來 就是說 喔來哪一頂最好我買 這樣 啊我女朋友 喔女兒剛買車 所以我一定要最好的那種 你是在業配嗎 沒有沒有 真的啦真的 然後不出一個禮拜 他摔車女兒來摔車回來 又買一頂 就是那種 因為有用 對他可能知道他女兒技術可能也不好 這樣 啊又硬要騎車他只能找 好那我從沒買好 那至少我覺得這個爸媽的觀念是對的 是對的 以前不會 以前說啊你又買那錢多塊 對不對 五百差不多 對對對 啊你五口那 青菜你也五百 對 對 對 可是現在就是慢慢的大家都會說 喔我要帶更好的 我想要用更好的 對 而且不是就是奢侈品 他是真的是可以保護你的東西 這樣我真的蠻蠻難相信說現在改車的人少了 我其實也很難 可是政府確實就是在打壓改管啊改傳動什麼 對對對 傳動 傳動其實不會啦說真的 可是你傳動就是要搭配管啊一起這樣 真的才會快啊 確實啊 跟你不用紙通你可能半紙通啊什麼什麼的 對 可是就這樣連半紙通都不行 因為你不是原倉管 所以其實跑戰文化 嚴格來講也影響到了這個改車文化 一定一定多多少少一定 再加上是大家的車廠 四大車廠 其實有專心在台灣市場上 你看像本年的加入 Kawasaki 慢慢的經銷體制越來越好 都有大家他其實就是在成長 對 又推出什麼零利率啊貸款那些 所以買車又簡單了 對啊 那跟改車的關係 就變成是大家可以買的 比如說他只能買一台十幾萬的YAMAHA 那他十幾萬他可以買可能 加一點就變R15 我懂 對不對甚至R3 對對對之類的 他的整體來講就是說 像好簡單就是以前 你假如要買 你要弄到小阿魯的馬力 對對對 或是小阿魯的配置 哇 你這野狼改的可多了 多啊 近前岔先來一次 沒錯 然後武川的那個什麼磁盤啊 然後三角台 咬壁都一定要改 對對對 基本上這剩那顆引擎是 對對對 是原本的其他全改了 可是變成說那時候以前的車 哇你真的很帥 我以前KTR其實也有改過 你知道嗎 就是那時候改 就武川或合昌 對 就是鋁合金 就是幹 整個陽極很帥 對對對 可是說在現在 當然我覺得一個好 就是 這個是一個客製化的一個帥感 沒錯 我覺得有點土炮感 對對對 那現在是什麼 就是啊你小孩其實19匹了 你還 你請問一下還要改什麼動力 對 就是你159匹 其實 你還要改什麼屁動力 那OK 懸吊弄一弄就沒了 對啊 其實就是就是 蠟桿啊 腳踏 差不多就是那種 就是比較外觀型 對對對 真的使用型的性能的喔 頂多齒盤懸吊沒了 很少會改齒盤 而且就是等於說 大家看起來就差不多 對對對 以前我們那種街車野狼 就是 對 那個超 靶超內的 然後有那種 那個前叉粗糙出來的 摔車直接插破自己的肋骨那個 真的啊 你說我知道前叉很高 因為你要改低嘛 對對對 那就可以解決短嘛 他也不解決短 對對對 直接弄出來 對對對 那真的很瞎 但是蠻酷的 每個人不一樣 對 而且輪框什麼的 當然我覺得 就是整體以前 就文化啦 真的差蠻多 嗯 不管山上跑的車子啊 車友的整個素質啊 或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未來喔 其實我覺得 的確我也是 比較悲觀一點 嗯 我覺得比較悲觀一點 但是 就是說 你其實感覺到現在是個轉捩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在聽你的觀眾 其實我覺得某方面 可以分享一下啊 就是 看彼此 我覺得可以怎麼樣去 嗯 讓這個圈子可以更好 或是有什麼辦法改變 所以只要騎車心態對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環境一定會變好 你不要當那個害群吃媽 就像你講的啊 其實你覺得整體文化其實是 雖然是喔 可能車禍多啊 或是說什麼的 但是 欸其實 你覺得數值還是什麼嗎 有差嗎 嗯 一定會嘛 慢慢的你看 像喔以前大家就是亂 亂玩 亂殺彎 沒錯沒錯 我覺得我們在進步 你看像日本現在 它高速公路 大家就是 老老實實 乖乖的排隊 雖然還是會有人騎很快 沒錯 可是 相對來講真的是少數 欸可是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開車超快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它有一定的最低最高限速嗎 可是你說真的 快的人真的沒有幾個啦 是嗎 我看我覺得還好 我從東京騎到富士河口湖 富士山那邊河口湖 可是你那邊是因為 後半段是山路 是山路嗎 對啊所以山路本來就是人家要去 欸可能 就是應該說 騎休閒啊 應該說 車稀少一點的地方 對對對 就是大家自然就會快 對對對 欸說真的他們有沒有禮貌 他們騎車其實很有禮貌 沒錯 這個部分我們下次 我們下一集跟大家聊聊天 欸 又有第二集 因為其實本來就是我有日本的那個騎車經驗 啊對對對 那其實麥克風其實蠻常去日本 那你肯定你在日本騎過車 嗯 走走開啊 我只能這樣講 要不是COVID-19齁 不然喔麥克現在 對不對 對對對 對啊還蠻好玩 就是各國騎車經驗都有一一點點 不到很長 可是都有都有 對 各國騎車都有一一點點 這句話多麼資本主義 屁啊 對啊 就是蠻好玩的體驗 嗯 但我覺得就是說 好啦講今天 那今天做個總結好了 OK 你覺得說 這個玩車文化就是 你比較喜歡現在還是過去 說真的我覺得現在比 比較好玩 蛤 oh really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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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多 而且 因為可能我們自己是這個行業 等一下人多是什麼意思 變成是人多 人多關你屁事喔 變成是人多 就是你很多 人多關你屁事 沒有很多的就變成是 你玩車不孤單 齁 然後在路上都可以遇到一些 比如說 車友啊或是 其實 可是 大部分來講都是很友善 那是因為你很紅吧 沒沒沒沒沒 真的 我當初就是還沒有 那你說以前怎樣 以前不會有認識你 以前其實都是一群一群 也有人認識我 其實就是那種車行的老闆 就知道我 一群一群不是比較好玩嗎 可是喔來喔 你一群一群對立的時候 譬如說 好我們今天 同時有十群 近站 上山 我去馬潮 你十群站那邊的時候馬潮爆了 那 十群喔 十個車隊 會不會有問題 一定有喔 一定有問題啊 現在不會啊 現在不會 大家就是互相 我大車就看你小車可能 有些人會有大車嘴臉 可是我覺得 大家都是容忍的 都是可以 比如說我坐你旁邊 你坐我旁邊 那一次 嗯我不行啊 對 車位啊 哈哈哈哈 別愛沾別愛啊 欸 真正臭 幹嘛 幹嘛 白牌臭味 臭死了 開玩笑 開玩笑好不好 我基本上沒差 就是假如你不管騎什麼車 我都是非常歡迎 當然啊 我覺得現在騎車就是騎車吧 而且說真的 有些白牌還比黃牌貴 對 對不對啊 所以很難講 以前其實我覺得以前比較可怕 是不是 不會敢這樣 跟陌生人講話 現在大家 欸喔你這是什麼改 你哪裡買這樣 比較健康 我覺得 嗯 以你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是真的啊 真的比較健康 健康 健全 但是我覺得 嗯 OK 但是我覺得以前 應該說我會懷念以前 當然 我懷念的 無話不說 反正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懷念 懷念以前那種 那種感覺 純真感 然後衝啊 對啊 然後一群就是很好的車友 就是想到就去拿滑跑 嗯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種 很 這是感覺到是很樂趣的 對啊 但我覺得是可能是我們自己玩車的 心境的改變 歷程的改變 對 文化沒關係 但是 的確我覺得現在好像真的也是 就是還是有差 會有差啦 會有差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滿懷念以前的玩法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 山路 變得也 我覺得啊就是 比較綁手綁腳 對 結果我上去北宜 幹我真的是不知道挺多久 沒有人帶你就繼續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也不知道什麼 有神盾 你必須要注意什麼 照相機 以前我們在玩的時候 哪那麼多 雷射槍 走了就對了 而且 說實在你跑過幾次 你就知道 這個照相機在這邊 對對對 都固定的 你還有雷射槍 是在彎中打的 你知道我幹我 彎速那麼快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對我來講啊 好險我已經沒有那麼愛跑山了 喔 但其實對我來講是有點幫手幫腳 所以我反而現在是 反腐歸真 我現在是說 我假如未來就是我車回來了 那我可能 比較想要是 騎 不要說太遠 但是可能是比較秋一點的行程 喔 不要就是說好像就一上去就要陪 嗯 我覺得享受騎車的那感覺 對 可以啦可以啦 我覺得這心態就是對了 對啊我覺得 對對對 就是每個人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每個人 玩車心境的歷程 歷程 但是我覺得就是以文化來講 我是懷念以前 那現在呢 是因為我對於未來太多不確定因素 沒錯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繼續下去好嗎 呵呵 你知道嗎 所以好不好 聽到這裡好不好 今天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第一集如何 對 好那 下面留言 因為可能這應該會丟上youtube 喔真的假的 就是我 反而就對我不撿啊 我就丟上去 哈哈哈哈 直接這樣 那其實 天啊 這樣我說你以後就是 我可以不要直播了吧 但其實我覺得直播還是一樣啊 對啊對啊 講一些你自己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嗯 我覺得兩個人真的對我們兩個輕鬆很多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像以前那種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電海 廣播電海 我現在音樂還沒找 我找一個那個 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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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想一個podcast的名字 好不好 我們來我們 我們有機會聊一下 看什麼 對 對對對 我們來我們再來聊一下 但是大事實上今天喔 其實講那麼多 那 也感謝各位的收聽 喔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對對 那記得就是未來叫 乾爹們喔 那下一集我們來 聊聊就是有關那個 國外騎車的經驗好了 對啊 假如說不知道怎麼找康康的 認識我的可以找我 哈哈哈 找你幹嗎 不是啊 因為很多人都不認識你 然後就來問我啊 喔 他也不知道怎麼問 不敢問 為什麼 我不曉得 不知道我就資訊來有沒有啊 我知道可是他們 沒有那是因為我跟你太好了 他們會覺得說 既然我跟 他跟你比較好 對對對 所以他覺得說那我先問你就好 對對對對對 不是 而且我這個人那麼nice 我有一點距離感都沒有啊 我 認識吧 認識事啊 認識事啊 可是想說 認識不是 不認識 淺誠 淺誠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可能很多人 我一開始認識你 我都覺得你人很好啊 對啊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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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真的是 超nice的吧 嗯可以啊 可以啊我覺得可以 可是他就是可能不敢嘛 因為 還是畢竟還是一個 網紅 紅人 真的是紅人 對他們來講 我很紅嗎 OK喔 OK啦 哈哈哈 Be humble OK啦 真的真的 我很humble的 Top3 對對對 好啦 反正今天 好今天就是podcast就到這裡 那我希望未來 有機會可以持續 推出啦 真的真的 希望大家喜歡 試試看嘛 對我覺得其實 有些我們過往的經驗喔 對 我們講鼓嘛 對對對 確實是大家往過來 對啊 所以 當然有可能 未來也是可以 聊一些新的嘛 所以好不好 就這樣 那感謝收看 下次見喔 晚安 晚安